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桃圆农工电子科张伟晴老师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课程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将要讲解 RC串联交流电路所呈现的交流主抗特性 以及利用向量师与向量图 描绘各个主抗之间的向量关系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单元的课程内容 如右图所示为RC串联交流电路 若以悬坡一般式 直接解析电路中各处电压与电流的分布 因为计算过程涉及复杂的三角函数运算 求解过程将相当辛苦 如同之前RL串联电路中所讲解的求解方式 我们必须先将悬坡一般式转换为向量式 则在求解电压电流过程中复杂的三角函数运算 可以转换为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所以在解析RC串联交流电路时 也是将悬坡一般式先转换为向量式 待应用向量式求解电路中各处电流与电压之间的关系后 再将各向量关系式转换为悬坡一般式 如此可以免除复杂的计算过程 大大降低解题的错误率 依照之前的说明 在解析RC串联电路之前 我们先将电路中各处电压电流转换为向量式表示 接下来老师将应用向量式以及向量图 来解析电路中各主抗之间的关系 由交流电源VSBAR处所看入的主抗 为交流电路的总主抗 若以向量表示的话代号为ZBAR 单位为欧姆 依据电路的串联特性 RC串联电路的总主抗 可以写为ZBAR等于电阻向量式RB 加上电阻抗向量式XCBAR 以致电阻RB等于R角0度 电阻抗XCBAR等于XC角-90度 将RB及XCBAR代入ZBAR 可得ZBAR等于R角0度加上XC角-90度 将上式转换为直角坐标表示 ZBAR等于ZBAR等于R加上-ZXC 等于R-ZXC 将直角坐标式R-ZXC转换为极坐标式 可得根号R平方加上XC平方 角-R-XC 由直角坐标式可看出 ZBAR向量在第四向线 所以极坐标的向角为负角 其中根号R平方加上XC平方即为电路中交流总主抗的大小 以Z表示 副角ArctensionR分之XC的电路意义 为RC串联电路总主抗ZBAR的向角 其中向角的大小ArctensionR分之XC 同时代表RC串联电路总电压与总电流的夹角 接下来的内容 老师将教导同学描绘ZBAR、RBAR与XCBAR之间的向量关系图 在画出电路中各主抗关系的向量图之前 需先将各主抗的向量式以及坐标表示 以至电阻的向量式可写为RBAR等于R角0度 将电阻向量式会置为向量 如右图所示 电阻值R代表RBAR向量的长度 角度0度则代表RBAR向量与时数轴的夹角 从图中可以看出RBAR向量与时数轴重叠 再看到电容抗的向量式可写为XCBAR等于XC角-90度 如右图所示 电容抗XC的大小即为XCBAR向量的长度 角度-90度即为XCBAR向量与时数轴的夹角 图中 XCBAR向量与时数轴呈现-90度的夹角 且和下半部的虚数轴重叠 在RC串联电路中 以至总主抗ZBAR等于RBAR加上XCBAR 就向量关系而言 ZBAR等于RBAR与XCBAR两向量的向量和 如图所示 要利用RBAR及XCBAR描绘向量和ZBAR 首先需先将XCBAR向量向右平移至RBAR的顶端 接着绘制一条圆点与XCBAR向量顶点的直线即为总主抗ZBAR 在RC串联电路中 以至交流总主抗ZBAR等于根号R平方加上XC平方角负 Arctan xc 若将图形与数学式结合来看 ZBAR向量的长度即为R平方加上XC平方再开根号 就如同应用三角形的两边长求出第三边 角负Arctan xc 即为RC串联电路总主抗ZBAR与水平轴的夹角 请同学需特别注意负号 就电路一一而言 Sita代表RC串联电路中总主抗ZBAR的向角 若单就向角的大小 Arctan xc 而言 它代表总电压与总电流之间的夹角 由主抗向角的数学式以及向量图可以看出 当电容抗XC越大 电阻R越小 总主抗ZBAR的向角越趋近-90度 在极端的情形下 若电阻R小到等于0 也就是RC串联电路中的电阻短路 如右图所示 此时电路退化为纯电容交流电路 而从左方的数学式可以看出 Sita等于-Octan xc等于-Octan无限大等于-90度 经由前书的推论可以知道 RC串联电路中 总主抗ZBAR的向角一定大于-90度 因为如果等于-90度 依电路结构定义 应为纯电容交流电路 而不是RC串联电路 再看到向角的数学式以及主抗向量图 当电容抗越小 电阻R越大的情况下 Cita角的大小将越来越趋近0度 同样考虑在极端情形下 若电容抗xc小到等于0 也就是电路中的电容抗短路 如右图所示 此时电路退化为纯电阻交流电路 而从左方的数学式可以看出 Cita等于-Octan r0 等于-Octan 0 等于0度 经由前书的推论 RC串联电路中 总主抗ZBAR的向角一定小于0度 因为如果等于0度 依电路结构定义 应为纯电阻交流电路 而不是RC串联电路 从前述说明以及观察 右方向量图可以知道 RC串联电路总主抗ZBAR的向角范围 也就是说 RC串联电路的特性 介于两者之间 因此RC串联电路又称为电容性电路 接下来老师将带着同学很快的回顾一下 RC串联电路的总主抗ZBAR RC串联电路的总主抗ZBAR 可以写为RB加上XCBAR 若以直角坐标表示 可以写为ZBAR等于R-JXC E级坐标表示 可写为ZBAR等于Z角θ 总主抗的大小Z 等于根号R平方加上XC平方 总主抗的向角θ等于FuOxC 在RC串联电路中 各主抗关系的向量图如右图所示 ZBAR的长度即为极坐标式 中总主抗Z的大小 总主抗ZBAR的向角等于FuOxC RC串联电路中 总主抗ZBAR的向角范围 介于-90度至0度之间 又称为电容性电路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利用向量图与向量式 说明了RC串联电路中 所呈现的交流主抗特性 希望各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多多复习 本单元的讲解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